要知道 曾在美苏冷战期间 美国和苏联在太空探索领域 也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竞争 其中美国在1969年发射阿波罗11号 并顺利登上月球 因此也成为全球第一个成功登月的国家 而苏联眼看登月无望 便转头开始研发人造卫星 因此在1970年成功发射斯普特尼克一号 成为全球第一颗人造卫星 随着美苏两国在太空探索取得一定的成绩之后 我国也开始进行相应的太空探索计划 比如说载人航天 嫦娥探月 火星探索等等 其中备受关注的当属探月计划 毕竟我国从2004年正式启动这一工程 在2020年成功从月球取回了土壤 可以说历经16年的时间 我国在探月领域从无到有 又逐渐走向了强大 为此让多年没有进行月球探索计划的美国 也感到了巨大的压力 为此不得不宣布重启登月计划 并且还邀请包括日本 欧洲等宇航局在内的多个国家共同参与 并且将其命名为阿尔特弥斯计划 让美国没有想到的是 此前邀请俄罗斯联邦航天局参与登月计划 却被直接拒绝 更加让其感到意外的是 此后俄罗斯又宣布将与中国展开联合登月合作 而且近段时间又有消息称 中俄两国将联合建造月球基地 对此美国认为 中俄是在故意挑起太空竞争 为此该国也计划加快计划的实施 可惜的是 根据英国媒体透露的消息 欧洲国家或许要加入中俄联合登月项目中 毕竟曾经在卫星定位系统建造的时候 欧洲国家已经吃了亏 如今也不希望再次落后 对于美国而言 欧洲国家此举也让本国再度被打脸 而且所谓的登月计划能否顺利实施 还真的不好说 而中俄两国若能在月球基地领域再度合作 那么对于双方而言 可谓是力大于弊 尤其多年未进行登月的俄罗斯 这一计划更加重要 当然 我国也能顺利解决宇航员出舱行走的问题 因此对于中国而言 此次的合作有望达到双赢 也可以说 在此次中俄联合登月计划若能顺利进行 意味着美国将被排除再败 而且随着中俄月球基地的计划亮相 或许连欧洲都想反水 对美国而言 可谓是突如其来的晴天霹雳 Zither Harp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